感謝 感謝 嘿 我是幽默風趣體貼 威武善靈 陽光卡 才華洋溢 威武雙全的帥氣大哥哥海妮哥 AK新竹金城武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1.09伺服器啦各位 那麼在這一陣子我有聽說 在9月30號 好像要新增一隻新的商人 在這個伺服器裡面 然後另外我們這個重生點 好像也有一隻新的商人 聽說 好像可以換到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那我今天是打算來去看看 其實原本今天我是想要錄 就是蓋東西的 嘿 還記得旁邊這一塊吧 嘿 我還沒蓋 這個就應該到下一集再說了吧 那這些東西 要跟商人兌換的話 我們好像會需要用到鑽石還有綠寶石的樣子 我不是很確定哪是他們跟我說的 所以我決定來帶一些錢走啊 這裡是我目前所有的鑽石以及綠寶石 其實綠寶石應該超好獲得啦 因為他們村民超多的 我可以稍微去交易一下 應該就有一大堆了 那我就把它放到戒服盒裡面吧 那這個戒服盒呢 我打算來命個名好了啦 我覺得 然後我想要染個色 這個是最原本的戒服盒 就是一般的紫色 我想要把它染成黃色 然後改名叫做錢包好了 喔對 之前好像都沒有提過 就是這裡只有兩隻是個榮原 這是之前在旁邊一個大峽谷裡面找到的 然後在直播的時候 我們就有幫他命名 一個叫水哥 一個叫武士藍教 嘿對 想歪的自己去面壁 那不是我的問題 那是你的問題 我這麼乖 我是不會取糟糕的名字的 你們要相信我啊 好啦 我想要把這個染色成黃色的戒服盒 然後來命個名喔 然後還記得之前我們弄的這個小雞雞 嘿 他已經讓我們這裡有非常多的小雞了 可是很奇怪的 就是小雞都會往這上面跑 我也不是很明白 你看這一大堆喔 但是就集中在這一塊 那我們這裡是幾乎沒有小雞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想要不要我的家旁邊 就是這一邊也來做一個小雞雞 會不會這邊雞雞會變多 我不知道 或許可以試試看喔 好啦 那我們找一下鐵根 變個名喔 嗨 跟錢包 欸 有了有了有了 好啦 我們就帶著我們錢包來去找一下 我們這個 喔 對對對對 這裡有兩個信箱 這個信箱的話是之前好像在更新 伺服器材質包的時候 如果這樣給的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布丁雪糕 還記得我之前有說過嗎 我們的鑽石鑄頭變布丁雪糕 它拿著的話會長這個樣子啊 呵呵 還蠻勾子力的喔 然後另一個的話是雪糕已經給的 它這個是送信啊 就告訴我這個新的商人在哪裡 它在汪汪家的地下室喔 好啦 這個就放回去吧 那我們就先往地獄啦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影片啊 喜歡看到我玩這個系列 也喜歡玩這個伺服器啊 別忘了可以幫我在影片底下先點個讚耶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系列啊 那當然如果大家有希望我玩什麼樣的地圖 或者是模組或伺服器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照理來說 應該會是我們原本重生點 應該說中心點 該怎麼叫它啊 反正就是那個商店 會是比較近的 我們先去那個地方吧 看一下新的商人喔 這邊的話 要往左邊 在這邊 等一下我們往左轉還是往前走 欸我忘了 反正有一個方向也可以去汪汪家 我們就順便 來 我們先來這個中間的地獄門吧 中間地獄門這邊進去啊 可以去到一個他們建築非常漂亮的地方喔 有沒有 這裡超漂亮的 它這裡有非常多奇怪的建築喔 奇怪怪 這樣說好嗎 好像不是很優 他們把這邊弄得超級漂亮的啦 我還蠻喜歡的 但是我們不是要來這邊 我們是要到海的對岸 嘿 海的對岸沒有敵人 放心 來吧來吧 這個是他們弄的一個港口 然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往這個方向一直游過去 應該在這邊 欸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有那個島 那這座島的這裡呢 就是我們的商店 然後這邊有個超級大地圖 好像可以看得到大家的家吧 其實很多地方我應該都沒有去過 我家在哪裡啊 為什麼我找不到我家啊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啊我家在哪裡啊 我應該要先找紅月家 然後再看我家在哪 喔在這邊在這邊 欸 等一下 所以代表我家應該有個旗幟對不對 欸 那個旗幟他們是塞在哪裡 我怎麼沒有看過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可以來找一下欸 好像在我家底下是不是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商店裡面 到底新增了些什麼吧 然後順便看看他們原本有些什麼 我好像從來沒有帶大家來看過嘛 對不對 那這幾個應該是原本的 這四個 這個的話是我們這個伺服器成員的各種頭顱 好像大家都有啦 那我的話在這邊 我的是用小麥來換的 然後上面還有什麼汪汪的啊 紅月的啊 斯的啊 反正就有一大堆人的 幾乎每個在伺服器的成員好像都有啦 應該啦 應該沒有漏掉誰吧 好 漏掉誰就新潔囉 哈哈哈哈 只有有機會的話再來換吧 然後這個是壞人 我不是很明白為什麼叫壞人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換各種東西 還有各種動物頭顱 然後這邊還有蘋果什麼的 然後之前我們應該有在一個小吃湯裡面看到鮭魚嗎 那個是小邊給的鮭魚 就是從這邊換來的吧 他應該是把他放在盔甲座的頭的位置 然後把他塞在地盤下 讓我們看不到盔甲座 之後如果我們要做什麼建築物 或者是有特別需要的話 再來換個頭顱吧 反正我們現在應該是用不到 然後這個是 他叫奸商喔 酷喔 這個的話可以換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像這個是有手的盔甲座什麼的 這邊還有那種小小的 就可以讓他變個小人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隱形的展示框 最爽的應該是這個吧 這個是10秒的飛行煙火 超爽的 然後這邊的話還有什麼 擊退棒棒 他竟然叫周子瑜耶 這樣不對吧 然後還有隱形光源 但我應該是不大會用隱形光源的人 我應該之後如果有要來換這隻商人的話 應該會換這個 雖然說我現在根本就沒有笑死 笑死了 然後這個的話是 地獄廚房的那一位 好不好 這位是哥登 那他可以換各種食物的頭顱 我之後有在想要不要蓋個 有點類似餐館的感覺 再看看吧 那新增的商人則是這一隻 這隻叫做迷之商人 那他可以換就是我們伺服器新增的一些酷東西 然後這個是我指定要求的 啤酒 還有八字虎好像也是我講的 這裡還有章魚燒啊 可是這個章魚燒 他已經沒得換耶 聽說好像這個有上下 下巴也沒有了耶 我想要下巴 可惡 那我鑽石其實還蠻多的 我們就來換一下吧 全部分解成一般的鑽石 來吧我想要換 這個我有了 眼睛要來一個嗎 來一個 然後三角桌 來 來個兩個 然後這邊是啤酒 我們更換一個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都有那個上限 所以我就不要全部把它換掉 然後八字虎 有兩種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鬍子 我們都各換一個 現在伺服器有裝一個插件 就是如果我們把東西放在手上 然後打斜線HAT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東西帶在我們頭上了 那因為我現在有東海光源 如果我把這個火把這樣帶在頭上 我周圍就會發光喔 不過實際上是沒有亮度的啦 那其他的這些道具應該都可以用這個方式 把它帶在我們的頭上 像這個八字虎 它的位置有點詭異 它應該要再大一點 然後再往上一點點 然後這個是白色的鬍子 然後這個的話是山羊虎 咦 山羊虎不錯耶 可惜這些都沒有防禦值的樣子 它有攻擊力耶 為什麼 然後再來這個是三角椎 我們來看一下 三角椎是帶在頭上 之前我們有在討論這個可以當生日帽 然後這個的話是攜帶的 可是那個下巴的我沒得換了 我不知道是誰換走了 可惡我對那個很有興趣的說 因為肉醬在弄這些的時候 我們都有在看 我們看到那個下巴整個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這個是啤酒 啤酒也是可以在頭上 這個的話是空杯是不是 它好像裡面有東西嗎 那再來最後是這個眼睛嘛對不對 它跟我的那個眼睛超不搭的啦 感覺很像老人家在戴眼鏡 老花眼鏡的感覺 咦 這個我沒有換到對不對 來換一個 我們就更換一個就好啦 那我把它放在我的這個界伏盒裡面吧 就有點當作收藏的感覺 那 我想要把這個鬍子帶在我的臉上 感覺超讚的 其實還有很多原版的東西也是可以這樣子放 然後會有一些蠻好笑的效果 之後可以再給大家看看喔 好啦 那我們來去汪汪家吧 汪汪家那邊也有個商人喔 欸應該是這個方向可以回去的吧 汪汪家的商人應該是在他的那個地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那個座標應該是複數嘛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在那個很深的地下 照理來說我們從地獄門出來 應該就可以差不多看到了吧 是說各位會有興趣就是看看這個伺服器 到底整個長怎麼樣嗎 因為其實這個伺服器蠻多人的嘛 然後大家都有各自的領地 然後都蓋的還蠻漂亮的 我有在想要不要找一集 或者是找個兩三集 因為還蠻多的啦 然後這幾集就是 到處看看 看看大家做了些什麼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啊 如果夠多人想看的話 或許會來整理一下大家都做了些什麼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來去汪汪家啦 那汪汪家在對面這裡嗎 在這裡在這裡 這裡然後轉彎 超近的耶 這個水井跳下去 然後會有地獄門 他家應該是最特別的吧 我如果沒記錯是在這邊啦 這個我們之前來拿玉石的時候 也有來過對吧 那我們從這個地獄門進去 就可以到他家的那個地洞了 那他那個地洞其實還蠻多東西的 他地洞長這個樣子 相信大家應該都已經 看過很多次了吧 如果我在看汪汪影片的話 喔 那個在發光耶 是不是就是他啊 我要怎麼上去 你在熔爐裡面是不是 我要怎麼上去 這裡是入口嗎 是這裡嗎 好像有點偏離軌道耶 喔 是這樣嗎 好像是 好像是越來越接近了 喔有了 喔 果然 這個是神秘商人喔 旁邊是骷髏頭是不是 酷喔 來我們來看看他可以換些什麼吧 喔 南瓜燈玉米糖 欸 這個傢伙是萬聖節商人 喔原來是萬聖節活動喔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其實很多東西 在弄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他們要弄什麼的 那我也只有聽說 就是在9月30號的凌晨 會有一隻新的商人出現在這個伺服器裡面 欸為什麼這隻貓頭鷹也不能換呢 是有人特別把他全部換掉了嗎 那我來看看喔 欸 我們要各換一個嗎 好像也不錯對不對 我們要不要乾脆為了聖誕節啊 然後來弄個特別的建築啊 好像也不錯對不對 可以用這個 銅 來去做一個萬聖節南瓜 然後在裡面做一些裝飾 好像還不錯齁 然後這個是什麼鬼 死神疑似的鐮刀 可惡欸 他攻擊力是7點 然後攻擊速度1.6 應該是跟劍一樣 可是他沒有 有風力什麼的吧 好啦不管怎樣 我們都各換一個吧 然後這個頭顱 或許之後我們可以把它用在這個 可能會建築的這個南瓜裡面 哈哈 我也不確定會不會建喔 那我們就來換一下吧 南瓜燈玉米糖果 然後這個是蛋糕 這個是糖果籃 欸這個可以放在家裡外面 如果沒記錯的話 國外很多會有 就是在家外面 萬聖節的時候外面會放個碗 然後裡面會有一堆糖果這樣子 可以拿 這個是鍋斧 這個是血液罐 然後這個是 銀裝殭屍 喔裡面是一隻殭屍欸 然後這是什麼 器官 然後這個是骷髏頭 這個是在罐子裡的骷髏頭 然後這個是 一般的骷髏頭 貓頭鷹我不能換 不知道是誰換走了 剛剛那個下巴我也很想換 可是也是被換走的 我再來去問問看是誰的好了 就是誰把他換走的 去跟他哪個一個來收藏 然後這個是鐮刀喔 我們也來換個一個 這個鐮刀的話 你可以附魔嗎 哈哈 如果他可以附風力的話 應該很帥對不對 喔 好酷喔 欸是說應該有什麼巫師帽子之類的啊 對不對 我覺得我應該要跟肉醬講一下 我想要巫師帽 哈哈 或者是什麼 死神袍之類的 感覺就很帥啊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個 1.09伺服器裡面新增的 兩隻商人啊 一直在重生點 一直在汪汪家 然後汪汪家 這隻是萬聖節商人 還蠻酷的 我不知道他們還不可以再新增 我還蠻希望可以再新增其他不一樣的道具 感覺會很酷喔 那如果萬聖節前有碰 我應該會來蓋一下南瓜 可是如果要用銅來蓋 我們還會需要用到 那個蜂蠟對不對 這樣我們要養蜜蜂欸 因為同方塊如果沒記錯的話 只要放著它就會慢慢變綠色 它會氧化掉喔 所以一定要用蜂蠟 讓它停止氧化這回事 好麻煩喔 好啦 之後我們再說啦 除了這個南瓜以外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的想法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如果這個想法不錯 或許 或許我就會在這個伺服器裡面做出來喔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艾尼哥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